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刘长生真人 升平 刘楚玄1147到1203相 年57岁 今朝东来 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人 自通玄 又自道庙 号长生子 大定九年 1169到 就是1169到23岁 那么呢 四师王重阳 重阳先世后呢 读顿于洛京 洛就是那个洛阳 京就是那时候的京都 京城 那么呢 迁居云溪之并门 恋性于尘埃之中 就是在花街柳巷 跟美女在一起 但是他又不会 他又不会跟他乱来 真的是功夫太强了 我都做不到 好 然后呢 大定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你可以了解他几岁而已 23岁而已 23岁你要他多心多定 对不对 我现在就37岁了 还是一样 所以他必须要练性 他真的练成功了 那么大定28年的时候 这时候是42岁了 你看那年纪差那么多 十几年的修行过程 那么呢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主教 主教就是他已经变成全真教的教主了 然后他可以做一些道教的科技 在昌阳 立坛岛屿 皆有真宴 他一定有神通了 一定有阳神 他才会有宴 后祖东周教堂 晨安三年 19852岁的时候 金章中召见他 然后呢 代之以礼 那么呢 在七真里面 有跟皇帝见面的有两位 一位就是这个 有三位啦 一位就是刘长生 一位是王玉阳 那一位就是秋长春 那么最厉害的 皇帝最喜欢的 召见两三次的 就是王玉阳 好 我们以后会再讲到 那他有被召过一次 那么呢 四年的时候呢 1199 50 这方面字好像没印到 就齐寝环山 然后呢 这个张宗市名林须 太和三年 1203 57岁 先是于五官林须冠 因为他本来就是五官庄的人 就在他那个故乡 或是这样 先是 那么他是全真教的这个 全真道的随三派的创立者 是元六年 改朝换代了 那个元朝的 就把他 在1269年的时候呢 也是过了五十几年 很久以后呢 然后呢 赠他为 长生 腐化 明德 真人 那人们都称他为 长生真人 他是全真 北七真之一 著作有 先乐 先乐局 先乐局 还有那个 道德经著 音符经著 至真语录 还有黄挺经 所以他的修行 大概 他的著作 很不多 就是他里面 一直提到这个 道德经里面的 很多东西 像什么 什么 虚其心 实其父啊 这个 何光同臣啊 然后音符经 什么 恩反臣害 害反臣人 有没有 一直从不出现 他都有读这些东西 然后黄挺经 他里面有一直提 还有一个 他漏了 还有一个是金刚经 他也有 他也有看金刚经 只是他没有写金刚经的 我们往上 那金刚经 我们知道是 这个唐真人在修的 所以他是他的弟子 他也是要看 好 刘楚贤真人 在黄统七年的时候 1147年呢 7月12日 在山东来武 关庄出生 幼年尚父 以锦圣 侍奉母亲 而闻名 大定九年 1169年 23岁 春天 传说 刘楚玄在 邻居墙壁上 忽然看到 在那个墙壁 看到这几个字 五官真心地 虚有 藏身不死人 的语句 因而决心 信奉道教 我们再往上 谢谢 并于 同年九月 在莱州 拜全真 道主 主师 王重阳 为师 王重阳 对真人说 如官必中 师矣 就是说 你已经看到 你那个 家里墙壁的 那句诗了吗 然后呢 刘楚贤 就万分惊讶 那立即呢 就拜 王重阳 为师父了 那么呢 愿出家 成为全真弟子 于是 王重阳真人呢 就替他改名叫做 楚玄 智通庙 好长生 好 那这边要讲一下 那个过程 就是那时候呢 在这个五官庄 那个地方 有学到的人 有大概 快一百个人 这么多 比我们这些人还多 一堆人这样 然后王重阳祖师 他有神通 他是只讲一句话 他说 有谁看到我 写在墙壁的那首诗 他就讲这句话 结果刘长生 就愣住了 就走出来 然后王重阳就说 好了 其他人可以回去了 我只收他为徒弟 就只收他而已 可见说 你要成为王重阳的 那个七真 也是要排好的 他就说 好 这些人 那你们 他就只收他而已 那一百多个人 就只收 有长生 可见他是有先根的 所以主事不乱收人的 好 所以这时候 他是二十三岁 然后又写一首诗 写给他 这王重阳写给他的 他说 吊霸归来又见熬 已知有份烈仙朝 明朗相患之于义 要出红波旺帐高 好 已经钓完了鱼了 钓了大鱼 那个大鱼叫做马丹羊 这条大鱼已经钓起来了 还有这个 这个秋长春 唐长征 这些鱼都钓起来了 然后他是第六个进来的 他是第六个真人进来的 第六个 最后一个是孙不乐 他是大鱼 很大字的一个鱼鱼 这样 然后已经有份烈仙朝 所以他才会写诗给他 好 我们往上 这个画面有白话 好 观中斗字 这个字就要圈起来 他所有的修行之的一个字 就是斗字 那我刚才忘记提了 就是 他所有的著作 你去翻的话 那个 这个字出现 不知道几百次 一直吃这个字 一直这个字 他说无字无以修真 没有字像就不要修真了 无字无以成仙 无字无以守 无字无以守 全部都是字 字像很重要 好 大定九年 1169年 23岁冬天 王崇洋主师率领 马玉 唐楚端 刘楚玄 和邱楚姬 四名弟子前往 河南 这应该是汴州吧 然后呢 次年春天呢 王崇洋在汴州先世 一命善未悟道的刘楚玄呢 听从师兄 唐楚端的教诲 所以他的师父就是唐楚端嘛 随后在马玉的率领下呢 四人将王崇洋 战时战于汴州 接着前往长安和中南山 拜会王崇洋的道友 和德己 李林阳 还有这个刘通威 早期弟子刘通威 始祖后 严楚长 其实王崇洋真正的弟子 有十个人 有十大弟子 真正有名的是七个 那这七真以外 有十个弟子 那个就是 刚才讲的那些 是其中十个里面 大定十二年 一一七二年 二十六岁的时候 又在马玉的带领下呢 众人将王崇洋的遗体 牵余 牵佔于中南山 并在墓盘 截如魏王师手上 大定十四年 一一七四年 二十八岁 还很年轻 手上骑满呢 在中秋节的这个时候呢 马玉 唐楚端 刘楚玄 和邱楚姬 在秦渡镇 真武庙 也就是晚上那边打坐 聊天 我们晚上 这个时候呢 刘楚玄就表示 他会以斗字 这个 就是他的修真方向 斗字 那么马玉呢 提一下好了 马玉 大家可能还记得吗 马玉是斗贫 贫穷的贫 因为他太有钱了 他是斗贫 然后这个 唐楚端是斗 斗士 把他写一下好了 真人的修行 都只有一个字 那马丹阳呢 他因为他太有钱了 所以他是斗贫 所以呢 他一生呢 每天只吃两餐而已 就是早餐吃一碗粥 然后呢 中午吃一碗面 然后呢 一辈子都不穿鞋子 然后睡觉没有棉被 然后呢 夏天不喝水 很难想象 马丹阳斗贫 然后这个唐长针 唐长针呢 他是斗士 因为他是修这个义根的 所以他要把任何 是是非非的念头 无名种子全部都灭掉 所以他是斗士 这个士应该是 这个是非的士 斗士 所以要变成 都没有念头就对了 然后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刘长生 写在这边好了 他是斗志 斗志 他就是志向 那么呢 邱长春 就是邱楚姬 他是农门派的 宗师 也是七生修的最好的 他就是 他的很好玩 这个陈毅词应该好好写 陈毅词每次回来科研观 说 爸爸我来科研观好无聊 我整天都没事做 我好无聊 他斗贤 这个字很难做到 因为他太年轻 他19岁而已 斗贤 整天闲一闲没事干 我们现在年轻人没事就会上网 对不对 玩那个 iPad嘛 对不对 他是斗贤 斗贤也蛮难的 那功夫很难 好 我们再回到这边 所以他是斗志 这时候刘淑贤表示会以斗志 为修炼方向 跟同门分别 刘淑贤很好玩 他那天晚上才跟他讲完 第二天就马上去洛阳了 你看 他一哈很久 然后混击于储森市市井和花街柳巷之中 以磨练自己的心性 好 这个时候29岁 很年轻 全身第四任长教 大定16年 1176年30岁 刘淑贤返回家乡山东莱州武关庄 从此长期在山东宏道 大定22年 1182年36岁 他真的很年轻 他30岁就开始长全身教了 第四任的 他那蛮年轻的 然后呢 他在武关庄新建道观 后来这个变成灵虚观 那并著书道德经和黄庭经 大定23年1183年37岁 长教马玉已经试试 因为马玉是第二任的 第二任教授 他试试了 那么呢 刘楚学呢 他跟这个王楚瑜呢 就合力办理他的丧事 那个时候唐长征在云游 王长征是第三任嘛 他第四任 然后接下来他是第五任嘛 这照顺序的 很好玩 然后呢 第二年呢 刘楚学呢 就在这个昌阳和登州的时候 主持摘教的时候呢 信众目睹 王重阳汉 马玉针的显灵 然后呢 笑容助力云端 那么呢 大众都看到这个景象 然后呢 纷纷跪地扣手不已 这是太神奇了 这神仙显化了 好 大定25年 1185年 39岁 跟我同年龄的时候呢 我很惭愧 那个唐楚断真的呢 就 唐楚断因为他是第三任的嘛 第三任教主 他过世之后 刘楚贤就变成第四任了 长教了 跟我同年龄就已经长教了 怎么样惨愧 好 我们看一下 没有关系 再往上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样去 再往上 这也讲过了 谢谢 好 映昭 赴金 陈安二年的冬天呢 1997年51岁 你看他也是三十几岁就长全身道了 也是中间有二十岁的时间 皇帝都不理不睬嘛 而且修行是长时间的嘛 那他二十年在干嘛 就写很多注 就是我刚才讲那个道德经注那些的 在灵虚冠 那么他到五十一岁的时候 他五十六岁就过世了嘛 所以他过世没多久 前几年 前五六年 皇帝就听说他的这个蛮有名的 然后就 刘楚贤就应这个金章宗的邀请 前往燕金 那么呢 金章宗的询问 刘楚贤 什么是智道 就什么是智道 他回应 道之药 寡世欲则生安 伯父恋则国泰 国泰民安 他把这个民安当说 你自己要减少你这些贪欲 你自己的身体才会健康 那么呢 第二年的时候呢 三月他离开这个燕金 返回山东来养 太和三年 一一零三年 五十七岁 就是过世的那一年 二月初六日呢 刘楚贤在东来 武光庄 林虚冠四世 想零五十七岁 自元六年 一二六九年 元世主 召证为 长生腐化 明德真人 好 我们再往上 我们看他的著作 著作呢 先月集呢 金朝 刘楚玄 真人传 共分五卷 收录 道账 太玄部 这本书是 刘真人的诗词集 收录的诗词歌颂 有五百六十余首 相对跟其他真人 比起来少很多 因为我们知道 王庄主师是超多的 是快一万首嘛 马真人也是 好几五六千首 他才五百多首 他比较少 那么呢 宣扬全真教旨 那无为清静 长生真人 至真语录 我们等一下 有时间 就是念完先中 我觉得要把这个念一遍 这其实很好 叫至真语录 他是 金朝全真教 宗师刘楚玄 好长生子 传述 约成书于 秦和任序年 一二零二 共一卷 收录道账 太玄部 这本书是 刘真人 玄门弟子 徐里二师 编辑 收录刘真人语录 八十条 宣扬道信 长存为本 清静无为为中 以阴阳五行 解释凡人的 生死苦乐 善恶 祸福 是非贵贱 贤瑜 道俗 这种过程 总共有八十个问句 那这个很适合看 因为他 二十多年 对《道德经》的著书 那个是很值得看 《道德经》的